两个人相处最怕对方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有人说 是你变了这句话 一句你变了 磨灭了对方多少热情 也将两个人之间的沟通 彻底变为冰山 感情有时候就是如此 不是不爱了 而是忘了当初为什么爱 或者 也不是彼此变了 而是我们之间 不再那么了解 一份感情好的状态应该是 你不会因为一条 没有恢复的短信 一句无心的话 一个不要紧的一心朋友 就断言他不爱你 当他想要翻山越岭的 去追随自己的梦想 你放心地让他去远方 无论他说什么 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不会对他心生怀疑 也不会去嘲讽他变了 因为你知道 他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真心 都是为了你们俩能够好起来 你不会起他而去 而他 也终将只属于你 生活中 一个懂你的人 能带来一段彼此舒适的爱 一个不懂你的人 最终会让你懂得一个道理 懂得比爱更重要 愿你生命中出现这样的人 他懂你的笑 也懂你的委屈 他懂你的每一个决定 懂你的每一次选择 或者 也只是因为 他懂你的心 你生命中出现